作词 李宗盛 神圣的净土 它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瑟达县 在距瑟达县城二十余公里 有一条山沟叫蜡绒沟 山沟上行树里 蔚蓝苍穹之下 引领碧草之间 数千间褐红色的木屋 如众星拱月般 簇拥着几座金碧辉煌的大殿 它就是 深藏于深山中的蜡绒五名佛学院 公元一九八零年十月十号 在蜡绒山沟 法王如意宝正式竖起了佛教之圣洞 五名佛学院落成了 当时仅有三十余人 一九八七年 十字班禅大师表示赞成 在这里成立佛学院 亲笔写信给色达县政府 请求支持 一九九三年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福初 为学院提写了效命 一九九三年 被美国世界报称为 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 早在一千多年前 莲花生大师就曾预言 当铁鸟升空 铁马走路的时候 金刚密法的光芒将传遍世界 如今 这一预言在色达变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 拉荣无名佛学院的一夜兴起 为密法的弘扬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拉荣无名佛学院 是大密城鸿光深境处 历史上公有七种 无物金义纲授记 对其做预言 此地曾被护法神赞誉为 成就四叶之圣地 学院开示的课程 分为显宗和密宗两大部分 而显宗是日后修学密宗的基础 有人以为藏传佛教唯有密宗 其实不然 藏传佛教中显密同样发达 其从印度翻译的显宗经论之浩瀚 实不逊于汉传佛教 且与汉传佛教相比 其次的严谨 修学系统性的特点 优伟突出 明朝的中心宁马八的无垢光尊者 龙青八曾做过如释教诫 末法时代 唯有文思究竟的人方可证 五大圆满 文思的第一步 即是学显宗教法 学院里开设的显宗课程 有戒律 英明 巨社 中官 班若 五大类 藏族僧众们上课要求特别严格 在第二天上课时 不但要背出头一天的诵词 而且还要完整地复述出其主要内容 各科修完 一般需四五年时间 然后经过严格的答辩 与大众前激烈的辩论 过关者可获得刊部的称号 才有资格给他人讲经说法 四方佛弟子受法王功德的感召 纷至他来 投师学法 学院先有藏族 汉族常注重上万人 在人业稀少条件艰苦的藏区 能汇集成这么大规模的教团 是为一大奇迹 拉荣五名佛学院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圣地 那里的每一个同修 都在菩提路上相互扶持 你追我干 当一个清静而庞大的活法都市 活生生地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还有什么疑惑不能消除 还有谁能不为末法时期 竟有如此伟大的正法中心而感动 还有谁能不生起由衷的尽兴呢 很多人原本只是去看一看 结果却在那里出家修行 连他们自己后来回想起 都觉得因缘不可思议 其实这就是圣地的加持 拉荣五名佛学院 清净尊重和众多伟大上师们的加持 无形中摧发了众生的善根 加速我们的修行进程 走进这片圣土 在学院的各个角落 很多学员身着僧侣服穿梭而过 对于学佛诵经这件事 他们风雨无阻 佛学院的教学楼 举目皆是学员席地而坐的身影 这是一个今生佛号的世界 连空气中也满是信仰 就算是再粗鄙的旅行者到了这里 也会变得柔声细语 甚至是并声静气 男女学员分别在不同的教学楼 但他们学习的尽头相差无几 常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送读 有时你会发现在一大群学生之中 有一个领读者 这个多半是他们的老师 饿了吃一口簪巴 渴了喝一口酥油茶 学院有专人在上课的时候 拎着水壶过来加奶茶 解决了学员们的后顾之忧 随着加茶师傅的到来 这诵经之声仿佛更加响亮 学员们在学校没有收入来源 又不像普通学校的学生 每月有家人寄来的生活费 于是就靠着有人请他们出去送金 这个时候 学生们才有一点微薄的收入 我们曾经问过一个小泥姑 她告诉我们 她一个月的收入 最多的时候是一百多块钱 佛学院的生活异常清苦 冬天的佛学院更是雪上加霜 而且一整个冬天都没电 只能靠一些牛粪作为燃料取暖 一些条件好的喇嘛 会搬到其他地方去修行 而更多的学佛者 则在这里念着佛经 用信仰战胜寒冷 位于佛学院最高山峰之上的坛城 被信众们依照习俗 用绚烂的花朵装饰着 它的上半部分是传经的地方 据说只要在这里转上百圈 任何的疾病都会痊愈 因此无论早晚 只要有天光 总能见到无数信众来此绕转 直到天黑方才停歇 潭城边的空地上 永远不会缺乏磕长头的虔诚信徒 望着他们专注投入的模样 身后那满山满坡的红色木屋 那份震撼是无法表达的 由于许多年来 佛教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整个佛教内部一片混乱 不成体统 法王从那时起开始着重红传滤藏 让许多僧人受杀迷戒 比丘戒 建立几个规模较大的僧团 重整旗鼓 修复寺院 广泛开展文思修 如今 以藏地血于寺院为主的海内外僧团 能够静止戒律 井然有序 完全是法王当年积着阳青 心力除弊 妙手回春的结果 也是佛教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法王心胸宽广无边 其心清净 一尘不染 身口一所作的一切 皆如实而自然地体现了 离遇无私 彻底利他的品格 2004年1月7号 正值阿弥陀佛节日 法王如意宝 敬为彭措 尼斯山省成都市 视线涅槃 大地震动 众生哭泣 法王如意宝自云际后 他的法体 停放在京台上 诸多高僧大德 及所有僧众都云集学院 持送普贤菩萨行愿品 及金刚萨陀心咒等等 成千上万的藏地信咒 汉地信咒 从四面八方赶到佛学院 为的是建法王最后一面 在过去的惯例 高僧大德元祭后 21天内 法体是不允许众人观看的 而此次却魄力让四众弟子张扬 参加法王的土匹仪式后 从佛学院回来的居士们说 十天法会期间 他们亲眼目睹了法王的法体 在一天天缩小 最后活化前缩在一肘高 法体与虚空法界融为一体 法会期间 空中出现五彩斑斓的彩虹 并且三次空降五彩奢利 在农历正月初三 活化前一天 正月初二时 藏地佛学院周边普将大雪 雪化晶莹剔透 形如莲花瓣状 土匹庐前显现出阿弥陀佛圣像 似雪堆状 雪融化后 呈现出一尊阿弥陀佛圣像 质地是坚硬的奢利 在土匹时 法王如意宝的心脏蹦出 给众生留下了一颗红色的金刚不坏心 对于佛教徒而言 他是宁玛法王 色达堪布 一代大德 对不是佛教徒的他者而言 他是当代西藏著名的宗教学者 拉荣舞 佛学院现任院长 尊功行母门错上师 于1966年降生 当时帐篷内外飘满了香气 悦耳动听的悦音响彻虚空 当时村民们无不感到震惊 虽直寒冬时节 但天界红光四射 他出生后没有哭泣 并且相当的调柔 当下 法王如意宝 清美彭错上师 就给他赐予了财望财勾结巴的 长寿佛灌顶 予以加持 又因法王如意宝 刚好圆满颂修 文书星咒一亿遍的缘起 为其赐名为门错 门为文书菩萨的一个秘密种子字 错是妙音天女的意思 他跟着法王如意宝 形影不离 在法王的加持下成长的外甥女 是法王如意宝亲自传授 从显密加行到一切生起 圆满 极大圆满窍绝的独传窍窍宝藏和亲近义子 从法王那果得到了数不尽的妙法甘露 是法王如意宝赐予诸本传承弟子的精神寄托 也就是法王如意宝的最重要的补助 在医植法王期间 他从未中断过文思修的补法 除了文思修念诵经典花费时间外 几乎再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与琐碎之事上 至尊空行母门措上师 在佛学院给予看布 活佛为主的全体众僧 还有从其他地方 慕名而来的各大教派的高僧大德 善难信女 医院传授从事布 行布 直至无上大圆满的各种灌顶 成为公认的金刚上师 法王生前为我们留下的遗嘱 希望你们能记住两个要点 既不要扰乱其他众生的心 也不要动摇自己的决心 我去做完呢 未经许可,中国许可,大夫人 为何谷歌 如何谷歌 我们的舍์ 求赞 富城 和何谷歌 自己的决定 和其国之类 感谢观看